我们看这两个卦的区别 前几个讲的闺魅 这个卦倒过来就变成了剑卦 而且把这个阴子变阳子 阴子变阳子变阴子 也是同样变成了这个卦 这个卦是曲气纳弦 本应该这个少女在上面 才能谈恋爱经过翻译千山万水 才能取得愉悦 取得了芳心才是对的 而这个轻易就给予了 那长男还在外面 还是正常的一个曲 这个是非正常的架 而这个呢 也是正常的追 她连爱都挂了 正常追 而这个是非正常的硬 这个变成了长女 长女是很懂事的 她上面应该主张外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说明她年纪很大 还没有加 那这个轻易就加了 这个半天还不加 哪个更好 这个就告诉你 要讲究理法 因我们前面那节课 即使你再想象 没有遇到好的 没有遇到能够翻译千山万水的人 你是不要轻易 就许诺 所以这话告诉你 渐渐的 这还有啊 好 准选刀剧 按规矩来 一步一步的 即使再等 我要等 这个的 杂瓜传 叫做女规弹男行业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待男子追求 好 我们具体看 女规及力真 女子能够守这种的真结 很难得 好 然后 说 这个时候 整个卦 以这个红艳 说有远大的志向 红乎之至嘛 以这种做比喻 要 飞过 艳门关 年年如此 大艳 都是 飞行的时候 乘一字形 乘人字形 上学都学过 是按章法 按规矩来的 而且要翻越千山万水 我 每到这个节后 我都如此 这是 应天地的 和道的 所以说 这个真的 女子很真结 很难得 说 不守真的人 就不好 我 刚来到 这个地方 初遥 是不当位的 初遥 是 医 应该是 养遥 才当位 而它是 阴遥 所以说 你虽然 我刚来到这个家庭 来到这个环境 不光指的是这个感情的事 所有的事都如此 我还是有怨言的 也没关系 这就是 你的命 再看这个六遥 六遥也是不当位 这是一个天 一个地 所以说 这两个 说 我的命真的不太好 不符合这个时代的标准 但是怎么样呢 其他的要全的当位 我做的非常的 循规蹈矩 非常好 这就是人 应该行的 最终 一定有这个说法 第二个 终于可以闯口气了 看到喜欢的男生 有所硬了 我就 安心的 正常生活先 虽然还没有嫁 然后第三个 他讲的多 说不完 下节课